其實為了這個案子很幸福 我剛剛幾位委員的意見都非常有創意性化 但是我的潛見是這樣的 就是說 你如果要滿足以我們現在這個捷運相關的法 你還滿足所有的條件跟個人機有的確很難 不過我們民法上本來就是一個平衡的機制 這個平衡的機制就是權力在分配的時候不經營的時候 它就叫誤上代位 誤上代位就是用金錢來彌補 那這有幾種作法 不過以我們捷運局他目前的所有的功績跟他的權責 的確是比較困難 你比如說以這個捷運1來說 因為他現在為什麼他們期待 就場面來說他們當然期待利用這個機會 地主能夠全部配合參與 但是因為有的他就是等於說無權變成是無權戰 可是法院又判他勝訴 你地主不能夠趕他走 可是法院又沒有進一步把它平定他的權益價格就是持券 因為過去不是有一個法令就是不動產證 正就化 你可以把它這個他們已經交了稅 就把這個稅折合他多少權益金 那將來就可以利用這個來參與很多的公平 他才有一個權利上的一個憑證 那你法院呢 只做一半 你勝訴 那勝訴問題沒有解決 他只不能搬走 那你評估一下 你那一半的地價稅 那折合成一個一個權利上的價值多少 那將來他就可以公平可以參加一些分配 這是我是講 應該法令上是可以找到一句 不過這個不是絕印級可以做得到 那麼至於底下這個你比如說像七樓的 那麼剛剛七層樓的還有這個四層樓的這個解惡 那麼他們的要求是說我要一天換1.3坪 那我是覺得你如果剛剛張委員講說 你如果我們台北市有容積利的銀行 你要賣那你哪錢來買嗎 額外的你哪錢來買 你不能說靠這個分配嘛 那這樣就有他的一個合力的一個基礎 我們現在就是說好像很多法令 非常矮板 非常矮板 如果把這個當然是一個經營公司的話 一個大的一個格局的話 如果我當首長我就敢這麼做 我也敢這麼做 但是現在這個你要訴求行政上的話 他們不會這麼做 因為他就創作了 做錯了 你做好了 沒有功勞 做錯了 他要成長之類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物上代位的這個 大家就沒有好好利用 就是用金錢來買賣 就是權力分配也不足的 你這個要這麼多 當我可以的話我賣 那麼這個就可以把它換成一個 一個市庫的領域 現金嘛 變成我們建設的基金 那麼這樣的話也是一方協議 這個是我個人的一些潛見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實際上潛在 還有很多工具是可以應用 不過現在好像沒有人敢去突破 這樣的一個做法 還有其他也是一樣 我會想其他問題應該 因為有一個公民 他是居於這個國家財政 公民原則 當然這有他的利潤 不過這個案子有很多是 牽涉到很多不同的層面 一個是政府的政策的層面 那麼他已經說行政院也核定了 經驗會也核定了 你現在再把它走回來恐怕很難 他要告到監察院 那就讓監察院去對監察院 我想現在 即使總統也不敢 因為他沒有這個破例 他也不敢處理這個事情 他就讓監察院 那監察院敢不敢 推翻這個案子 因為過去我們委員 也有很多提出這個質疑 可是現在可能很難 當然你國家有錢 或者能夠平衡到 做到利益均衡 我個人的潛見是說 我們不怕都市建設 產生了利益 但我比較更重視的就是 這個利益的社會公平 公佩 這個才是這樣子 你這個增值 那增值了你政府得到些什麼 有將來這個能夠回饋到全市 甚至全國 那我想這個應該也是 有它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做法 現在我發現 每一個縣市 都在拼命建設 發錢舉戰 高雄市也是一樣 台北線也是一樣 台北市一樣 我們現在政府 這個負債幾兆幾兆 這個不得了 所以這個都是未來的一些問題 但是大家每一個縣市長都在表演 因為他要搶這個政績 那我想這個就是一個台灣現在政治的文化 我們也沒有辦法 我們這個人為年輕 但是實際上做的就是 從專業的立場 我們看法能不能 也會適當的適當 希望你這個一次在延遲這個案子的話 基本上也是一種損失 也是一種損失 但希望能夠 有沒有什麼方法 能夠來突破 那麼剛剛 張委員還有這個 這個 還有我們的立委員 我們對這個 這個委員的出現看法 看來本來有些突破 謝謝